更新过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输入 不要找什么 找一个人 不要找AAA这个人 那他一定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 理论上 当然我们如果没有防呆 他会变成多一个AAA的工作表 但里面是空的 空的没有意义 所以怎么办 我们也要防呆 也就是说 如果他里面的资料 假如说是空的 那我就不见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好像做一个防呆 查无资料 然后最后怎么样 要不让他出现 不让他出现的方式的话 当然我这边是把他delete掉 OK 不过判断的方式 上个礼拜有同学是提 我是写在这里 就是说 如果我向下追踪的时候 等于1048576 也就是他产生的时候 里面是空的 为什么1048576 我这边加一个注解在这边 加一个在这里好了 比如说我刚刚 这个地方再跑一次 我加一个中断点 比如说我找AAA 一定没有 然后他会进到这个逻辑判断 如果目前产生找到了这个里面 应该是指的哪一个 Shift E 所以应该是指这个 这个里面 那怎么知道是没有资料 那我是Ctrl向下 回来是1048576的话 那应该就是没资料了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做什么呢 那就是把它先取消筛选 也就是这个状态 筛选状态要把它关掉 另外的话 把刚刚做的那个是删掉 当然逻辑思考上面 你可以改没关系 像有同学干脆就不新增了 就是把它放在新增那边 这也可以的 只是说那个思考 看哪一种程式写起来 比较精简 比较好理解 我的想法是说 我先产生了 没关系 如果他不存在就把它散掉 也是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我同学有提到就这个1048576 也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是Excel2007以后的版本 是10485 但是如果你是Excel2003以前旧的版本的话 那可能就6536 那怎么办 后来同学有提了一个方法 如果说我想要知道目前这个工作表的总列数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用一个我用Ctrl G 即时运算 Print 一下 用什么 用一个叫Sales的一个物件 Sales 之前我们讲Sales 点 点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叫什么 Row的 Row的一个 这个属性 Row还是Row Row Row 这个指的就是所有的列 然后告诉我点Ctrl 也就是说目前这个工作表里面总共有多少个 Ctrl就是总数 OK 那我Enter的话 这边它会出现1048576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做同样的事情 在2003的版本的话 那会是6536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兼顾所有版本的相容性的话 那我们应该写这样子 也就是说 目前 那其实你就直接把这一个 这几个 其实如果 也不用特别背了 因为其实你可以想 反正Sales就是目前工作表的总数 点Row 不过如果用序迟应该也可以 序迟物件 这可以看再试试看 序迟物件 我看 如果用序迟 假设 因为我们只是想知道说总列数 总列数 所以其实如果我用序迟物件 序迟点什么 点Row 看看 可是它没有Row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 所以记得 所有的储存格的集合 点Row 所有它的列 少一个L Sales.Row 然后点Count 当然你也可以提示一下 因为它打的时候都会有提示 把这个什么 这几行复制起来 OK 你可以在即时运算 在Ctrl G 然后练习 把这边改成什么 叫做Sales 这个OK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这个的好处就是 不管哪个版本 也就通吃了 就不会有那种还要 区分6536 或者是1048576 2003或2007以后的版本 就没有差别了 反正就这样写就OK的 那一样 我们就查无资料 所以里面是没有 然后我们就直接查无资料 然后接下来 我这边是把它删掉了 删除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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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